林如意 你宁愿在这摆地摊都不跟我走 对 我不想跟你扯上关系 妈的 你这一天能赚几个钱 我给你钱你不花 在这卖这些破烂 你别管我赚多赚少 这钱干净 你的钱都脏 小区西门的商业街 各种店铺 各色商品琳琅满目 我站在一个卖串串香的摊位前 正在跳着吃的 就听见不远处的一个摊位 传来的争吵声 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 正在跟一个摆摊卖香水的姑娘 拉拉扯扯 小伙儿 别多管闲事 那个男的隔三差五就来骚扰那姑娘 我们管过几次 都差点被他打 串串香的老板煞有介事地说着 我知道 他也是好心劝我 不想我惹麻烦 但是我却微微一笑 把挑选好的串串递了过去 就这些了 老板 麻烦您算一下多少钱 好嘞 一共十四块五 你给十四块钱吧 哈哈 那就谢谢老板了 您主号之后给我装起来 我一会儿来拿 哎小伙儿 你别过去 我不顾串串香老板的阻拦 执意往那的香水小滩边走去 骨子里的正义感就是这么强 没办法 有小流氓欺负女孩子 我可没办法装没看见 用我好兄弟涛子的话说 我就是见到路边两只蚂蚁打架 也要上去分个公母出来 哎哎 哥们 怎么事啊 人家女孩子让你别烦她 你是没听见 我冷声说道 横在了那小痞子和香水摊子的中间 那一头黄毛的地痞皱着眉头 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往地上催了口吐沫 抬手指着我的脸 不耐烦地说道 他妈的哪来的逼脸 上你爹这儿找存在感来了 滚一边而去 没你事 别逼老子动手抽你啊 我面无表情 冷若寒霜 伸出一手 抓住了他指着我鼻子的那根手指 我最恨有人指我 说着 我稍一发力 手指被朝着反方向掰动 黄毛痛地呲牙咧嘴 他妈的放手放手放手 哎呦哎呦 要断了要断了 我看着他五官 全部纠结在一起的模样 却并没有松开他的手指 继续冷声说着 我第二恨的 就是嘴里对我不甘不敬的 恭喜你 两样全战了 随着话音落下 我再次发力 掰得黄毛的指关节 嘎嘣一声响 嗷嗷嗷 一声杀猪般的哀嚎 黄毛痛得撕心裂肺 直往里吸气 我松开了他的手指 望着蹲在地上 捧着手指头吹气的黄毛 痴笑一声 跟人一个女孩子过不去 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的 冲我来 我对着他吼了一嗓子 黄毛浑身打了个寒颤 抬头目目直瞪我 你 你他妈有种 等着 扔下这么一句狠话 这黄毛就落荒而逃了 临走还不忘逼 逼一句 这种货色就这点出息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跑远 冷笑着摇了摇头 好 小哥你做得好啊 我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就是 什么玩意儿啊 那人 随着黄毛远去 周围的商户摊主 都对我抱以了热烈的掌声 所有人 都是对我赞不绝口 我微微一笑 向他们点头示意 我并不需要他们的认可 见义勇为 只是我的一个爱好而已 我转过身子 看向刚才被黄毛骚扰的女孩 你没事吧 那人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总来骚扰你 女孩的面目很是清秀 长长的头发在脑后绑成一个马尾 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恐中回过神来 抱着自己的头 浑身色缩着 姑娘 我 我刚要开口继续追问 一旁卖小饰品的老板凑了过来 把我拉到了一边 小伙子 你就别问了 那的男的 好像是这姑娘的前男友 感情纠纷 这种事情 咱们外人其实按理说都不该管 谁知道那女孩子 又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惹到了那个小痞子 这话其实在理 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 但是我不是清官 我只是单纯的见不得有人光天化日寻衅滋事 好 我知道了老板 谢谢你的提醒 我笑着说道 但是一转头 我还是蹲在了香水滩前 对着那个受惊不小的女孩 柔声说道 没事了 那小子已经被我吓跑了 实在不行 你换个地方摆摊吧 要是一直在这里 那他只不定过两天还会 还会再来的再来两个字 我都还没说出口 就恍然意识到 自己高估了那个黄毛了 这个不死心的家伙 带着两个跟班模样的人 就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给我砸 随着黄毛一声令下 两个小跟班立刻就举起了手里的棍棒 我眉头微皱 站起身子 双脚踏地 站得笔直 我看谁敢 四个字 阵笼发聩 两个小跟班被我的气势吓到 纷纷扭头去看大哥黄毛 那黄毛的手指头上 胡乱裹着几圈绷带 刺着獠牙 用好的那手食指 有一次抬手直至我的鼻尖 刚才掰老子手指的就是这祸 他妈的别理他 不行就连他一起打 有了大哥的撑腰 两个跟班不知哪来的勇气 举起棍棒 朝着我的面门就挥了过来 愚蠢 我一个侧身 闪过了两根棍棒的迎头痛击 抬起一手一脚 一拳打在前面小混混的脸上 后边腿正中身后小流氓的腹部 指着一圈一腿 两个小杂碎就立刻倒了下去 大学毕业三年了 看样子 我自由搏击的功夫 还没有退步 我懒得去看躺在地上捂着脸 和肚子的两个碎摧 静止 走到了不远处的黄毛面前 自己叫来的两个帮手 被我轻松秒杀KO 这黄毛现在瞬间 就没了前一刻的嚣张 看着我走近 双腿不受控制的直哆嗦 转头逃命都不会了 我记得 三分钟前我刚告诉过你 我最恨有人指我的脸 这些街头混混 本质上就是这么种生物 记吃不记打 被人收拾的时候连声求饶 一转头就给忘了的金光 带着两个狗腿子 就赶来报仇 甚至都不花点时间寻思寻思 我要是一般人 敢这么毫无顾忌 毫不犹豫地见义勇为吗 黄毛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恐惧 大 大 大哥 都是 都是误 误会 他这种眼神 我以前也看到过 那时犯了错事 即将被主人用棍子打个半死的狗 吓得浑身哆嗦的时候会有的眼神 我冷笑一声 误会 那你给我说说 我误会什么了 我 我 我没打算 没打算挑事 是吗 我分明听见你喊了一句 给我砸 不 我不是 这种货色 治好了也浪费汤药 我懒得听他继续狡辩 猛然出拳 一拳就打在他的肚子上 奉劝诸位 打架的时候 别轻易往人的小腹上招呼 肝脏 肾脏 脾脏 一大堆内脏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肋骨以下 肚脐炎以上的这么一片区域 要是弄得不好 很容易给人打成内脏破裂 听我一句劝 别轻易打别人这里 真的打了 可别说是听我讲的 我曾是半职业的自由搏击运动员 下手的力道有数 不会真的打爆黄毛的肝脏 这一拳 只是让他昏了过去 瘫在地上 口吐白沫 人渣 我在心中啊骂了一句 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香水摊子 好了姑娘 这次彻底没事了 事实证明 我的话 还是说早了 几乎是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同一时间 摆摊卖香水的那个女孩 就应声道了下去 像个断了线的木偶 失去了控制 一把扑倒了自己面前的小桌子 桌上的香水掉落一地 碎片到处都是 我心头一领 急忙跑了过去 姑娘 能听见我说话吗 姑娘 我捧起那女孩的脸 没有半点血色 牙关紧锁 看上去像是心脏骤停 根据我有限的医学知识 这女孩必须立马急救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快叫救护车 我对着旁边的商户和行人 吼了一声 几个路人一愣神 赶忙掏出手机拨打120 我拖着女孩远离地上的碎玻璃栅 把她的身子放平在了地上 解开她胸口最上面的三枚扣子 顾不上什么男女瘦瘦不清了 人命关天必尽 抚下身子 就开始给女孩做人工呼吸 她的身上很香 不知道是原本女孩子身上好闻的体香 还是因为周围碎了满地的香水瓶子 可我全然顾不上想路飞飞 捏住女孩的鼻子 往她的口中吹气 有节奏地吹了几下 看着女孩的胸口一起一扶 转而找准位置进行心脏按压 这些技巧 还是当年练自由搏击的时候学的 当时的教练还调侃地说 不要对没功夫的人下手太狠 很容易转瞬即逝 没轻没重的一招下去 就要跪在地上求对方别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们全都学了必要的急救术 刚才黄毛只是被我打昏 还用不上这技术 要不然 我很有可能下不去嘴给她做人工呼吸 我当然不是什么变态色狼 但是诸位平心而论 一个黄毛人渣 一个清秀可人的姑娘 你们给谁做人工呼吸 更下得去嘴 在救护车赶到前 我一刻也不敢停 按照当年教练的叮嘱 有节奏的一组一组 给女孩做着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 因为街对面就有一家势力医院 五分钟的功夫 救护车就赶到了 几乎就在医生们 抬着单架赶下车的前一刻 女孩猛地咳嗽了一声 恢复了自主呼吸 呼 太好了 我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珠 长舒了一口气 小童 痴 病人的心肺复苏 是你给做的 真可以啊 这么标准的急救动作 现在可不常见了 你是学医的吗 救护车上的医生 检查着已经恢复了 大半的女孩 惊讶地问我 这话给我说的 有点不好意思了 挠挠头 我淡淡一笑 不 我只是个碰巧经过的路人 那后面的事情 就辛苦您列位了 此时 人群早已聚集了过来 我趁机钻进人堆后面 打算离开现场 不是害怕一会儿 送女孩去医院 要我掏钱 是我心里 暗暗有种不祥的预感 总觉得 再不走的话 会要出什么新的乱子 我猫着腰 一路走到串串乡的小车前 从对我笑咪咪 赞不绝口的老板手里 结果我刚买的串串 也顾不上回应她的夸赞 赶忙离开了商业街 走出百来米 我才回头望了眼 远远的 看见救护车 把女孩和昏迷不醒的黄毛 一并搬上了救护车 希望在医院里 那黄毛不敢对女孩 做什么出格的举动吧 这样想着 我沐浴着夕阳最后的一次余晖 朝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的影子 拖出老长 今天我帮了一个女孩 免受流氓的侵扰 心里美滋滋的 甩着手里串串香的袋子 哼着小娶儿回了家 老婆 我回来了 一进门 我就大声喊了一嗓子 王霞正在客厅 刻着瓜子看着电视 见我到家 也顾不上看我 随口扔下一句 快去做饭 我都饿死了 我就知道 我这小懒虫 老婆等吃饭等很久了 对着他晃了晃手里的串串香 我就知道你肚子饿了 来 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吧 我话刚说完 眼看有好吃的 王霞就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脱鞋都顾不上穿 就跑到了我的身边 一把抓过串串香 好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先吃一点吧 快去做饭 快去做饭 一边说 他还一边低着头 跟推一座大山一样 推着我的身子往厨房去 就好像要是不赶紧催我 我就不做饭了一样 你别推我了 我又不会不给你做饭 我宠你一笑 转头看向王霞 他的表情有些古怪 眉头微皱 看看我 又看看我的衣服 慢着 李浩东 你身上怎么这么想 可能是因为建议勇为之后 心情太开心了 直到王霞这么一说 我才意识到 自己还珍视 全身上下都是香水味 而且还不是单单的一种香水 那女孩的摊子翻了之后 几十种香水瓶子 全部都碎了 那些香味混合在一起 粘在了我的身上 怎么说呢 那味道说不上难闻 但是闻起来就是怪怪的 王霞见我有点愣 脸上立刻浮现出了 讥讽的笑容 哎呦呦 我闻着你身上 至少有十几种香水的味儿啊 李浩东 你这是跟多少个妹子亲密接触了 还敢回来见我呢 等等 说着 王霞就凑了过来 捏着我的下巴 两只眼睛盯着我的嘴唇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瞪大了双眼 你现在真的是长本事了呀 跟别的妹子亲过嘴儿 连嘴上的口红都不擦掉 就这么回来 你是以为你老婆是瞎子吗 他这话说的 我一愣一愣的 什么叫我的脸上有 我知道了 一定是人工呼吸的时候沾上的 当时情况实在太过危机 如果不及时做人工呼吸 等到救护车来 就已经错过了心脏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 我哪里管得上那么多 直接就对着女孩的嘴巴做了人工呼吸 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嘴上的口红就蹭到了我的嘴上 不是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刚要解释 却见王霞抬起了一只手 打断了我的话 行了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一定有事 李浩东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老了 没有魅力了 不如外面那些年轻漂亮 又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孩子 你要是真这么觉得 你大可以大大方方的直接告诉我 跟我离婚 用不着带着一身的香水 和一嘴的口红回来挑衅我 瓜田李夏这个成语 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 但是我是知道那一天 刚过了自己29岁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的心里其实是没什么不满的 仔细想想 确实怨不得王霞产生怀疑 虽然他对我刚才说的话十分难听 但我还是决定不跟他计较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这些都是误会 我刚才给你买串串香的时候 遇到一个流氓欺负一个摆摊卖香水的女孩子 就出手帮了人家一把 结果他的摊子翻了 香水洒了一地 他又突然心脏骤停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这才在嘴唇上染了口红 事情就是这样 我淡淡地说完 伸出手擦掉了嘴巴上的口红印 看着我的这一举动 王霞笑得更加阴冷了 那你现在才把口红擦掉算怎么回事 要真像你说的 你是做了健毅勇为的好事 那干嘛要把口红擦掉 李浩东 你讲故事的水平真是越来越好了 说吧 王霞就直接把手里的串串香往地上一扔 鲜红的腊乳汤汁立刻就流了一地 我看着他转过身 快步走回了我们的卧室 喷的一声 把门关上 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 看着满地的油和冷掉的串串香发呆 那一大堆香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现在已经充斥了整个房间 我这才明白过来 让子弹飞里的六子 被人冤枉吃了两碗粉是什么心情 海口莫遍的我长叹了一气 拿来拖把清理干净了玄关处的油屋 缓缓走到房间门口敲了敲门 老婆 你出来听 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行不行 当时的情况你是没有看到 那个女孩子的状态十分危险 如果不给她做人工呼吸 她很有可能就错过抢救时间 送不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 我相信如果是你在现场 你也绝对不会对她袖手旁观的 沉默 安静 房间里没有一丁点动静 看样子王霞是完完全全的不相信我 我苦笑了一下 老婆 你要是不相信 咱们等会儿一起去一趟那家医院 就在西门小吃街的对面 那女孩儿就是被送去了那里 咱们一起去看看她 还有啊 刚才在西门的小吃街 很多商户老板都看到了我建议勇为的事 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的 我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王霞飞快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脸上带着满满的怒气 编 继续编 你再多编几句我就信了 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 你建议勇为把人送到医院 一分钱都不留 人家能让你走吗 你以为医院是做慈善的吗 没有钱办入院手续 人家会负责免费救人 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这次我彻底没话说了 因为如果不是王霞告诉我 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卖香水的摊子生意能有多好呢 那个女孩身上还不知道有多少钱 够不够支付医院接她去急救的费用 要是不够的话 万一女孩被从医院里面赶出来怎么办 当时我只想着要赶紧离开现场 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全然没有考虑这些 现在回过头想想 自己做的还真是不够到位 老婆 我 我刚开口想要说什么 王霞就再一次碰的一声 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了 这一次他关门的力度比上一次还要大 房门卷起的风 把我的刘海吹得乱飞 我就那样站在门口 在风中凌乱着 难道见义勇为还是我做错了吗 我这老婆怎么就这么无理取闹呢 这话我只是在心里想了想 并没有说出口 但是王霞似乎能感应到我的脑电波一样 在房间里隔着房门 被我喊了一嗓子 李浩东 你要是觉得我无理取闹 那就麻烦你去换一个不对你无理取闹的老婆 咱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离婚 听到离婚两个字 我傻了 当然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虽然我没有统计过 但是我十分确定那一个月 我已经从王霞的口中听到过至少十次这个词了 我的好老婆 隔三差五闹点小矛盾 就要用离婚做威胁 但是其实我知道她的心里不是当真要跟我离婚 只是气头一上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了 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 她就动不动说要分手 自从两年前结了婚 她就开始动不动要离婚 刚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分手和离婚这样的字眼 心里还会怪不好受的 听多了也就还好 气话谁都会说 谁也都有情绪不受控制 想要宣泄的时候 但是不知怎的 我能感觉到 她刚刚那一句离婚和之前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次她是认真的 当然不光是感觉了 我听到她在房间里 从床底下拉出了一个行李箱的声音 然后就是各种化妆品的瓶瓶罐罐碰在一起的声音 她已经在收拾行李了 一往我们吵架 不论吵得多厉害 她说分手也好 离婚也好 从来没有真的收拾过东西要走 这次却不同 看样子她是动真格的了 我原以为我们六年的感情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就是生气的时候 她说什么气话 我都随她说 反正知道她不是认真的 只要不付出真正的行动 那就一切都好 但是这次 她似乎是真的要跟我离婚了 我心里的火气也一下子窜了上来 好 离婚就离婚 王霞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 六年的时间 你对我的信任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你觉得我是一个会出玩鬼 劈完腿 还带着一身香水味和嘴上的口红回家找你的人 那就离婚好了 说完这番话 我直接迈着大步离开了家门 用比她前两次关房门的力度更大的力量 直接把防盗门甩的一声巨响 我家在十二楼 那天我气得甚至没有坐电梯 直接爬楼梯跑到了外面 愤怒 委屈 不甘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我们俩的关系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 还记得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 我们俩在同一家公司认识 那时候的王霞 还是个乖巧懂事的小女生 不仅对我嘘寒问暖 而且十分通情达理 我是销售港 她是客服港 因为我的工作需要 经常要跟各种各样的客户谈生意 在公司签完合同 下一步就得带着客户去喝酒了 那时候的王霞还十分体贴我 每次我从我们租的房子里出发 准备去饭店的时候 他都会走过来给我一个热情的离别吻 然后在我的口袋里 放上一小喝醒酒汤 在我的耳边温柔地叮嘱 不要喝太多 伤肝 现在我们结婚了 已经搬进了我们双方父母共同攒钱 给我们副首付 买在房子里 而那个温柔体贴 乖巧可爱的王霞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消失了 其实从我前面的描述中 列位应该已经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婚后 王霞辞掉了工作 他的理由是 我一个人的收入就已经足够支撑家庭的开销 那他就在家里当好一个全职太太 但事实上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对全职太太有什么误解 婚后两年 他从未做过一次家务 扫地 拖地 抹桌子 擦窗户 这些从来都是叫家政公司的上门服务 买菜 做饭 洗衣服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活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 我都能看到王霞翘着二郎腿 躺在沙发的贵妃靠上看电视 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见我回家 没有拥抱和亲亲 更没有一句老公上班辛苦了 只有千篇一律地催我去做饭 我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 因为严格来说 这是我们在恋爱时 我对他许下的承诺 结婚后我养你 当时拍着胸脯的保证 现在结了婚 发现他是真的不赚钱 也不干事 我也不好说他什么 要是我敢指责他一句懒散 他立马就会说 不是你说好的要养我吗 怎么现在不愿意了 我都能想象到那样的画面 逐渐的 我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但是今天晚上 我实在是无法平息心中的怒火 以往我们吵架闹别扭 大多是因为 我做的饭不合他的胃口 或者是给他洗衣服的时候 没有注意区分 把他的裙子给洗皱了 大都是这种无关紧要的 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每次只要想一想 我是个爷们 他是个娘们 能让着他的地方 我就多让让他 睡上一觉 第二天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夫妻没有隔夜愁 我一直以为 这就是形容我们的婚姻状态 但这次有着本质的区别 生活中闹矛盾 闹摩擦在所难免 但是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缺乏了信任 那就是撼动了婚姻的根本 仅凭着我身上的香水味 和嘴唇上残留的口红 马上就能一口咬死我 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突然开始疑惑 这样的婚姻 还有持续下去的必要吗 我得是多蠢的一个人 在外面干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衣服都不换 嘴都不擦的就回家见老婆 但凡王霞稍微动动脑子 也能明白 这根本不合逻辑 可他就是不愿意去动这个脑子 又或者是明知道我是冤枉的 却还根本不愿意控制心里的火气 反正我这个老公对他而言 除了赚钱养他 最大的作用就是撒气了 走在小区里的小路上 我的怒火在心里沸腾 没走一步 我就暗暗告诉自己一次 这一回如果他不主动向我道歉 那这事就没完 如果他执意要离婚 那就离吧 我坚信一个道理 对于原则问题 我没做错什么 那就不需要道歉 一边这样想着 我一边稀里糊涂地走出了小区大门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西门外的商业界 刚一走出大门口 我就听到了一声吆喝 小伙子 哎 那小伙子 刚才见义勇为的那小伙 快过来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耳熟 好像就是我经常光顾的那家串串乡的老板 我寻声望去 果然看见他在自己的小摊边不停地对我招手 说实话 我当时的心情十分低落 根本不想跟他攀谈 但是人家都已经看到我了 我要是装没看到他 实在太不礼貌 于是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 朝他走了过去 怎么了 老板 有什么事找我吗 串串香老板把我拉到一旁 神秘兮兮地塞给我一张纸条 那上面用狗爬一样的字儿 写着一串手机号 哎 让你不听我的话 这下闯了大祸了吧 刚才你走了之后不到二十分钟 那个姑娘的前男友带来的两个手下中的一个就回来了 说是他们大哥的脾脏被你打破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让你赶紧到医院去 把治疗费给交了 我愣在了当场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串串香的老板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我打的那个位置根本不是脾脏 怎么会导致脾脏破裂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我的话还没问完 就戛然而止 不用问了 我已经大概知道了 我被讹上了 串串香的老板看我自己说到一半就不说了 也猜到我明白了 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 哎 所以我说叫你不要多管闲事呢 年轻人 那群地痞流氓 全部都是不学无术 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 你打他们那一顿确实很过瘾 但是你考虑后果没有 你看你穿的西装笔挺的 肯定是有很好的工作 他们可没有啊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讹你 跟你耗 你能耗得起吗 这是我那天学到的第二个知识 不听好人言 吃亏在眼前 不止串串香的老板 当时在场的好几个店主 都劝我不要多管闲事 我就是没听 就是把这件事给管了 好了 现在被讹上了 我有些迷茫地看着老板 所以说 我建议勇为还做错了吗 老板撇了撇嘴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伙 我不是说你建议勇为有错 你啊 这叫惹了狐狸沾一身骚 好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在这傻站着也没用 快去医院看看那人吧 这件事说起来 其实还是要怪我自己的盲目自大 当时我以为那么多老板拦着我 不让我管这件事 只是因为他们冷漠 他们不想惹麻烦 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到 鹅人 根本就是那群社会渣子 用来赚钱的途径 而且用鹅人来形容 已经是很委婉的说法了 说白了 他们就是诈骗犯 过马路到对面的医院区的路上 我一心想起了 自己听到女孩和他前男友争吵时的内容 卖香水的女孩骂那个男人的钱赃 我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那些热心肠的老板们 不让我敬意勇为 并不是他们冷漠 而是他们知道 我如果插了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不想让好人蒙冤 而我这个一根筋的好人 还就是没把他们的劝告当一回事 说破大天还是怪我自己了 进了医院大厅 我来到导诊处 你好 桐 致 麻烦请问一下 我刚开口 想打听一下 那都被我暴揍的小混混 现在在哪个病房 就听到一声怒气腾腾的爆喝 那小白脸 你还敢来啊 我们这要报警去抓你们 你倒好 自己送上门来了 兄弟们把他给我按住了 随着这个声音一声令下 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感觉到自己的四周围过来了一群人 他们一拥而上 直接把我按在了地上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一边挣扎着 一边抬头看向那群人中的领头者 是一个光头 面露凶光 奸笑着走了过来 干什么 当然是抓你这个故意伤害的罪犯了 兄弟们报警 我瞬间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光头 应该就是香水女孩的前男友 那个黄毛的手下得力干将 他负责带人在这里蹲着我 只要我一出现 就把我当场按倒 报警抓我 这还是个团伙作案 见发生骚动 医院里的几个保安也赶紧冲了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 放开他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们这种人打架闹事的地方 保安队长怒气冲冲地说道 那个光头咧嘴一笑 露出两排烟黄牙 毫无素质地往地上催了一口吐沫 老逼灯 你搞搞清楚在说话 这小子打伤了我的大哥 我大哥现在还在抢救呢 我们把他按住 是怕他逃跑 正要报警抓他 你别多管闲事 放跑了故意伤害犯 我大哥的医药费你来付啊 滚一边而去 光头带来的人多势众 而且看着架势 我还以为那保安队长 会按他说的不多管闲事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今年这都递几回了 你们心里没个数吗 怎么就总是你们的人挨打 这次是你们大哥 上个月是你们什么老三 上上个月又是什么酒书和午夜 你们是拿我们医院做提款机了吗 好家伙 我他妈直呼好家伙 要不是听保安队长这么说 我还真不知道 他们的业务做得这么大呢 这是一个十分成熟的诈骗讹人团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的行为路线是很一致的 现在公开场合和什么人挑起矛盾 主要应该也都是跟一些妇虏老人 若是群体起冲突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总归是会有那么一次碰到热心肠 有正义感 挺身而出的人 我只要见义勇为的人一动手 他们就会很神奇的伤筋动骨 我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成了这样的冤大头 看样子 我至少都已经是第四个了 听保安队长这么说 把那群无赖的嘴脸揭了得点掉 那光头也就干脆不装了 呵呵 你个老灯知道的还蛮多 但是我可告诉你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这小子打的不是我们的其他什么弟兄 是我们大哥 我们这些人全都是靠大哥混饭吃 他被打伤了 你咬我们啊 保安队长和光头的争吵还在继续着 但是我已经没有再听了 被几个小混混按在地上一动不动 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一件让我越想越觉得几倍发凉的事 如果说他们是一个团伙 专门靠假装弱势群体被欺负 然后讹人诈骗赚钱 那是不是意味着被他们欺负的弱势群体 也是他们这个团伙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被我建议勇为救了的那个女孩 是不是也是他们团伙的一份子 我的心底突然生起一股恶寒 想到了在我建议勇为的时候 其中一个摊贩老板对我说过的话 感情上的事咱们外人不好插手 你怎么知道那女孩 是不是做了什么过分的事 引得那个黄毛不高兴呢 是啊 那个女孩 没准是真的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 她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黄毛的事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她很可能利用了我的善良 她的心脏骤停 万一是也是装出来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 我不禁打爆了黄毛的皮脏 还害得那个女孩心脏骤停 他们这一单活 一次性额了两笔 我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将心底的怒火 全部转换成了力量 按住我的那几个小混混 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他们发现了我的胳膊和腿 在微微颤抖着 别动 给老子趴好 你他妈要再敢乱动一下 我再乱动一下 他们会对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那几个小混混 已经不敢再说话了 三个人的力量 完全控制不住我 虽然他们已经使出了吃奶的进儿 但还是无法阻止我 从地上站起来 我好像 低估了你们这群人的恶劣程度 我低着头 冷声说着 缓缓转过身 看向他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 善良的人都好欺负 是不是觉得 良善之人的钱 都很好骗 几个小混混 不敢再碰我 纷纷后退 看着我阴沉的表情 他们的脸上 也逐渐生出了惊恐 一直在争执的光头 和保安队长 也察觉到了 纷纷转头看向我 小伙 你要做什么 你 你不要冲动啊 保安队长惊讶地看着我 看着我一步步走向那群 世强凌若惯了 从未遭到过反抗的小混混 我的铁拳轻轻爆起 抬手就要打向 刚才按的我最凶的那个小混混 对付这种货色 只有一个办法 讲道理讲不通 那就跟他们讲讲物理 物理劝服 就在我的拳头已经挥出去 下一秒就会打得那个小混混 免他牙脱 干什么呢 所有人全部蹲下 双手抱头 一声高鹤 打断了我的动作 也让从愤怒之中 找回了些许神志 刚才小混混们抱的紧 警察同 智门到了 刚才还对着保安队长 15喝6的光头 一见到警察同 智门的制服 就立刻耸了 老老实实地双手抱住头 蹲在了地上 说他们没说你是吧 你也抱头蹲下 闹事也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 这里是医院 能容得你们胡来吗 这话说的 难不成在别的地方就可以乱来了吗 一名警察同 智走到了我的背后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却没有反应 不是我不尊重警察同 智的工作 而是这个声音 我实在太耳熟了 涛子 你也不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就让我蹲下吗 我可要告你滥用职权了哈 我转过身 淡淡地笑着 看向刘振涛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好兄弟 跟我从光屁股一直玩到大 现在正在我们这一片的派出所担任民警的 刘振涛童 智 涛子一看到我的脸 立马就愣住了 阿东 怎么是你 你在这跟这群小混混摩拳擦掌的干啥呢 说着 我和他就拥抱了一下 眼角的余光撇到了光头脸上的表情 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 当他意识到自己这次讹上的 是派出所民警的好兄弟 他估计肠子都要毁清了 十分钟后 我和保安队长把情况简单地向警察同致讲了讲 从我在小区西门的商业街那里见义勇为 到刚才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都讲了个一清二楚 刘振涛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 来你过来 我跟你说 他把我拉到一边 小声跟我耳语了几句 阿东啊 真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能惹上他们这种人呢 你难道不知道 最近咱们这一带有一个团伙 专门干假装当街调戏梁家妇女 然后被热心群众痛打 再讹人的事情吗 这群人我可太熟了 上面已经要求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过两天就要收网了 在这个结构眼上 你怎么跟他们扯上关系了呢 我师又好哭又好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天地良心啊 我是真不知道有这种人的存在 那还不是你们警察同 治的功劳 你们派出所把咱们这一片的治安保护得太好了 要不是真的碰上这种人 我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这片儿能有这样的害虫 刘震涛扎了扎嘴 眉头皱了皱 在我胸口推了一把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没用的哈 我可告诉你 现在你摊上麻烦事了 被你打破了肝脏的那家伙 你知道是什么来头吗 我满脸不屑地哼了一声 哼 你说那个黄毛吗 他不就是他们这个团伙的老大吗 我靠 你这不是知道吗 知道你还敢招惹他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你听我给你说 你这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 刘震涛告诉了全部的真相 用光头的话来说 他们正在被抢救的大哥 大名叫张彪 那家伙不仅是他们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 而且还是我们这一代贩毒组织的首脑 这方圆几公里内所有的毒品 基本上都是从张彪的手里出去的 敲诈勒索 只是他业务中的小头 他的大头是只要被抓住就罪无可赦 必有一死的贩毒 听了刘震涛的讲述 我后被冷汗直冒 我还真是大大大大的低估了 这群人的恶劣程度 原以为靠利用人们的正义感 敲诈勒索 就已经是他们干的最丧尽天良的事了 没想到 这群人中的大部分 还都是十恶不赦的毒贩 这个案子 从今年刚开春 就移交到了市局金针大队 和缉毒大队共同侦办 目前看来证据已经基本充足了 我们正在拟定对他们收网的时间 你但凡晚一个礼拜 都碰不上张彪在外面嚣张跋扈 看着刘正涛那一本正经的表情 我苦笑了一下 所以我这是没赶上好时候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这顶多算是 49年被常凯申剥削的最后一个老百姓 呵呵 这有什么区别吗 行了 别嘴平了 这件事你甭管了 交给我们来处理 刘正涛说着 拍了拍我的肩膀 示意我赶紧走 可一直蹲在地上 偷偷拿眼睛 瞟我们的光头 眼看我要走 立马不乐意了 等等等等警察叔叔 就这么把他给放走了吗 这小子 把我们大哥的皮脏给打爆了 现在我们大哥 还在抢救呢 你要就这么把他给放走了 那不就是循私舞弊吗 当心我投诉你啊 刘正涛满脸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那是一种看垃圾的眼神 你小子是当真准备 就这件事跟我牢牢 是吧 你们大哥干了什么事 才被人家打 你心里没点数是吗 再闹事欺负一个女孩子 你们还有理了 人家那是见义勇为 也不知道光头是哪来的勇气 他还当真 满脸不服气地 跟刘正涛叫上板了 我们大哥怎么就欺负女孩子了 那个叫林如一的小妞 是我们大哥的马子 他们顶多是情感纠纷 轮得到他一个外人出手吗 我大哥对那小妞一没动手 二没砸他摊子 怎么着小情侣斗两句嘴 就算是欺负女孩子了 是吗 兄弟们 你们平平这世上 有这样的理吗 被光头这么一吆喝 围在他身边的一群 地痞流氓们 也都不知道 哪里来的胆气 纷纷随身附和着 没有 就没听说过这样的理 警察办事不公 包庇自己朋友 这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整个一帮无赖 刘正涛的火气也上来了 我看着他 伸手摸向了自己腰间的太色枪 都给我住口 这里是医院 你们在这样大声嚷嚷 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 他这话不说还好 听他这么一说 一群流氓们都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 纷纷此起彼伏地叫嚷了起来 大家快看啊 警察要打人了 我们大哥被人打成重伤 他们不管 还把凶手直接放走 现在还要把我们也开枪打死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场面一时间失控了 晚上的医院里人虽然不多 但还是为了很多路人看过来 刘正涛这是被顶到杠头上了 他的手已经握住了太色枪的枪把 但是迟迟没有把枪拔 出 现在这样的情况 他开枪也不是 不开枪也不是 骑虎难下 我轻叹了一气 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胳膊 算了 涛子 今天这事算我倒霉 碰上这么群黏牙的家伙 我现在要这样走了 也的确是不合适 咱们就直接有什么事办什么事吧 别为了我让你难做 刘正涛看向我 眼神中满是为难 可是 这 没啥可视的 涛子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我们做警察的 要是让好人寒了心 那还算什么人民公仆啊 没事 你别往心里去 是这群东西太混账了 我安慰了他几句 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导枕台 那个值班的小护士早就看傻了 坐在椅子上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我笑着 尽量最和善的语气问他 童 智 麻烦您受累给查一查 那个叫张彪的 现在手术结束了吗 如果手术结束了 他现在在哪个病房 虽然包括刘正涛在内的所有警察童 智们 都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光头他们顶多是有些涉嫌在医院里大声喧哗 并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就把他们撵走了 我亲眼看着那群小混混们走出医院时 欢呼雀跃的样子 仿佛在庆祝着一场酣肠淋漓的胜利一般 也听到了刘正涛咬牙切齿的 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 再等几天 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 肝胆外科的一个病房里 我 光头 刘正涛 三个人一起推开了病房大门 刚一走进去就听到了里面哼哼唧唧的声音 哎呦呦呦 痛死我了 大夫 我这还能活多久啊 你可千万别骗我 我要活不久了 得给老家的老娘打个电话 最后联系一下他老人家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一头黄毛的张彪躺在病床上 正拉着一个医生的手死命不放 那医生也是愁容不展 张先生 我已经跟您说过很多次了 您的情况并不严重 不会危及生命 您的脾脏破裂程度十分轻微 触血也非常少 刚才我们的手术十分成功 您后续只需要服用一些止血药 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虽然医生这话说的已经十分精确明了了 但是 张彪好像没有打算这么轻易放他走 哎呦喂 大夫你就别骗我了 我的肚子啊 现在疼得快要扎开了 我总感觉自己今儿晚上一闭眼 明天就睁不开了 不愧是一群无赖的头子 在医院里 对着刚给自己动过手术的医生 张彪也能这么无赖的嘴脸 医生张了张嘴 还想要说些什么 刘振涛率先走了上去 把医生挡在身后 冷眼瞪着张彪 张彪 你小子最近演戏是演上瘾了是吧 前段时间才因为跟别人老婆偷情 被人家告到派出所里 在所里跟我装诗意装了半天 怎么着 现在这会儿又装上弱势群体了 一看到刘振涛的脸 张彪就立马老实了 乖乖地松开了医生的手 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我 我没有啊 刘警官 您瞧您说的 我是那样不知羞耻的人吗 今儿个我是真的被人打成重伤了 刚下手术台 这会儿疼得正厉害呢 话说到这儿 张彪这才注意到 在刘振涛身后的我和光头 只看了我一眼 立马就抬手指着我的鼻子 刘警官 就是那小子 就是他打到我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这小子就因为我拿手指了 他一下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哎呦呦 我的脾脏都裂成八半了 我注意到自己身边的光头 偷偷地向着张彪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我对心理学几乎一窍不通 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张彪绝对是个表演型人格 他完全不管自己的手下 对自己的暗示 还假装疼得呲牙咧嘴地捂着肚子 嘴里不甘不尽地 说着些对我的辱骂之词 刘振涛也不惯着他 抬手就拿起了他病床前的那张病例 脾脏裂成八半儿了 我丑丑啊 嗯 脾脏轻微破裂 少量出血 张彪 你对裂成八半儿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还跟我搁这儿装呢 放下病例 刘振涛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伸出一根大拇指 指了指身后的我 还有 你知道建议勇为 把你给揍了的这哥们是谁吗 他可是当年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自由搏击项目的银牌 我告诉你 他说要打断你的第七根肋骨 就绝对不会伤到好的第八根儿 他下手的时候 能不知道你的脾脏在哪吗 如果以他的力道 真的一拳打在你的脾脏上 你的脾脏可得碎成八十半都不止 听到这话 张彪才算彻底傻了眼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 他 显然他是没有料到 自己这次讹上的是个硬查子 刘振涛一手扶着床头柜 一手指着张彪的眉心 我告诉你 如果你坚持认为 是他把你给打坏了 行啊 那咱们就去验伤 看看你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如果最后验伤的结果 证明不是他打的 还没等刘振涛的话说完 张彪就立刻满脸惊恐地连连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刘警官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 我老实交代 是我在医院 下单架的时候摔了一跤 磕在门口而上了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摔一跤能把自己的皮脏摔破的 我可是只听说过他这么一个 这恐怕能被列入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刘振涛转眼看了我一眼 和我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 继而将目光落在了旁边的光头身上 好了 现在你大哥没有问题了 你还有问题吗 光头被吓得面色煞白 倒抽了一口凉气 也学着自己大哥的样子连连摆手 没有了 没有了 警察叔叔 我没问题了 那个 全是误会啊 都是误会 转身他就对着我连连作医 不好意思啊 兄弟 误会你了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我冷冷地翻眼瞥了他一眼 这话你别跟我说 跟警察同 这说去吧 我怎么记得 刚才你在大厅里 喊了好几嗓子警察打人了呢 我的话刚说完 还没来得及等光头去向刘振涛道歉 一双银黄黄的手铐就已经伸到了他的面前 不用 我不用你跟我道歉 我只要你为自己做错的事付出应有的代价 寻衅滋事 带人在医院里没事找事 他们其他人情节轻微 可以既往不救 你这个带头的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跟我走吧 说着 就给光头戴上了手铐 听着喀巴一声响 我分明看到那光头浑身色缩了一下 满脸绝望 靠上了光头 刘振涛还不忘扭头瞪了张彪一眼 你小子的账 等你把伤养好了 我以后慢慢跟你算 如果要用四个字来形容我那晚的心情 那就是大快人心 而且只要一想到再过不久 他们就会被缉毒大队的铜 致门一网打尽 我的心里就更是说不上的畅快 因为警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到现在为止 张彪团伙们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走进了一张天罗地网之中 在张彪自己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钻了法律的漏子 额了不少人钱财的准扎片发而已 他很天真的以为自己的贩毒行径 躲过了法律的眼睛 天真的有些愚蠢 医院的大门外 刘振涛让同事把光头压上了警车 转头看向我 阿东今晚给你受累了 改天等我们把张彪一伙人全抓了之后 我抽空请你喝酒 我点了点头 却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对了 涛子 刚才你见到张彪的时候说的那什么 说他跟别人老婆偷情 是怎么一回事啊 其实刚才在病房里 我就注意到了这么一句话 但是当时的情况我又不好直接问 一直憋到了现在 刘振涛笑嘻嘻地看着我 那还是他当晚第一次露出笑容 嗨 你说那个事啊 说起来还真挺可笑的 刘振涛私下看了看 确定周围没有人 这才凑到我的耳边 压低嗓音说道 就那张彪 诈骗头目 毒贩头子 还有一个变态的嗜好 就是专门喜欢搞别人老婆 没结婚的女人 他没什么兴趣 专门喜欢勾搭那些有老公的 这种变态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接触到过不少了 就是喜欢找那种刺激感 什么刺激他们干什么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但是 这就又有一个问题 营绕在我的心头了 不对呀 如果他专门喜欢找人妻 为什么会和那个女大学生的小姑娘有瓜葛 他们不是前男女朋友吗 那个叫林如意的 摆摊卖香水的女孩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的年龄 应该还没有到结过婚又离过婚的程度 刘振涛抬头望了望天空 仔细思索了一下 思 我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哪一个 但是我好像有所耳闻 根据办这个案子的同事收集到的情况 张彪在老家有一个同乡 是个刚满20岁的女孩 前一阵子 他听老家人说张彪在城里做生意 赚了大钱 于是从老家赶来我们这儿投奔张彪 但他们具体是不是男女朋友 我就不清楚了 以我对张彪的了解 很大概率不是 我基本可以肯定 张彪只喜欢有老公的女人 就因为睡别人老婆 她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过派出所了 听完刘振涛的话 我心里的那个疙瘩稍微舒缓了一些 我就怕那个女孩也是犯罪团伙的意愿 如果她和张彪不是恋人关系 也没有谈过恋爱 那她就存在清白的可能 现在 除了张彪一伙人 最后什么时候能落入法网 我第二关心的 就是自己的见义勇为到底有没有救错人 好嘞 我知道了 涛子 那你忙去吧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目送刘振涛坐上警车开走 我转身又走回了医院里 刚才导诊台的那个小护士 见我进来 匆忙放下了手里的手机 眼神中有些畏惧地看着我 你好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在他眼里 我到底成什么人了呀 我清了清嗓子 尽量温柔地问道 那个 可以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个患者的病房号吗 林如意和肝胆外科的张彪一同被送来的 应该是心脏骤停 急诊病房门外 我看着门牌号上写着的患者名字 林如意 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 先天性心脏病 心脏骤停 我不知道 怎么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一方面 我的心里稍微有些宽慰 起码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是真的有心脏病 大概率不是装出来的 但是明白了这一点后 我就觉得有些内疚 其实从他当时昏迷倒地时的状态 以及身体特征来看 就算不用医生给诊断 我也能知道 他是真的在阎王爷门口走了一遭 但是自从知道了张彪一伙人 是一个专门搞诈骗的犯罪团伙 我就突然对他丧失了信任感 甚至怀疑那心脏骤停的倒地昏厥 也是他讹人表演的一部分 虽然他并不知道 我在心里怀疑过他 但是这却并不能让我自己感到多少清醒 砰砰砰 我轻轻敲响了房门 里面没有传来声音 我犹豫再三 还是拧动门把手 悄悄走了进去 屋里亮着灯 唯一的一张病床上 躺着一个面无血色的女孩 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林如意的状态 还是十分虚弱 恐怕 是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的 这会儿他已经睡着了 我悄悄在旁边坐下 盯着一旁的监视仪器上各项身体指标 还好 基本一切正常 就是血压有点低 心率有点慢 我看着他紧闭的双眼 长长的睫毛 莫名地觉得 跟我的妻子王霞有那么一丝相像 多年前我刚认识王霞的时候 他也就和林如意差不多大 那时候的王霞是多么的温柔体贴 就凸显了现在的他 是多么的蛮不讲理 哎 我长叹了一口气 就是这一声叹息 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林如意 你是 他睁开双眼 缠弱地看向我 我赶忙连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林姑娘 我吵醒你了 我不是有意的 我现在就走 刚站起身 我就准备退出病房外 不再打扰他休息 雨还却弱声叫住了我 没关系的 大哥哥 我记得你 你是救了我的那个好心人 听到这话 我的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我还以为 当时的林如意 是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了 根本记不得我的样子 没想到他还记得我呢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也说不上就 我也就是学了点急救手法 也比其他人多挥了几分拳脚 你现在好些了吗 医生说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出院 林如意还是礼貌地微微笑了一下 笑得很艰难 谢谢你的关心 大哥哥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医生说住院观察几天 指标一切正常的话 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很感谢你大哥哥 要不然我的命就没有了 听着他一口一个感谢 我越听越觉得自己不是滋味 我都怀疑自己会不会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 还会在某个失眠的夜晚疼得一下坐起身来 抽自己一个耳光 林浩东 你是真该死啊 你怎么能怀疑这样一个单纯善良的姑娘呢 没事 没事 只要你人没事就好 不用谢谢我 我叫李浩东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叫我医生东哥吧 我微笑着说的 林如意点了点头 好 东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无论你怎么说 将来有机会该报答你 还是要报答你的 只是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实在是不太好 你也看到了 我目前的经济来源就只是那个香水摊 这话不用他说 我的心里十分清楚 他的摊子上卖的都是一些香水的小药 十几二十块钱一个 都不说生意好不好了 卖着东西 生意再好也赚不到多少钱吧 他一个女孩子从老家来到我们这个大城市 无情无故 八成还差点被张彪那个丧心病狂的混账 给强行拖上贼船 想到这儿 我还是没有办法 彻底放下自己的心结 咬咬牙狠了狠心 终究 还是问出了那个我无比关切的问题 早些时候 我听商业界有的商贩老板说 你和张彪 以前是男女朋友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哪怕你的心里已经知道问题的真相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什么 但却总是忍不住想要得到求证 其实就算我不问 结合女孩的先天性心脏病 以及刘振涛告诉我的情况 也基本上足够证明她是无辜的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问出了口 现在想想 我当时也还真的是做了一件接人家伤疤的事 那都是他们瞎传的 东哥 人言可畏 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意思了 林如意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有些心慌气短 却还是断断续续地向我说明了事情的全貌 就像刘振涛说的那样 她和张彪的关系 只不过是以前的同乡 因为听老家里那些爱穿闲话的人说 张彪在城里做生意 当了大老板 赚了很多钱 手里有很多员工 天真的林如意就也想要进城 跟着张彪做做生意 将来改善家里的生活 可当她真的来到了大城市里 见到了自己的同乡之后 虽然她很快就意识到了 张彪是个无恶不作的恶徒 但是为时已晚 张彪没收了她的手机 身份证和身上所有值钱的财物 把她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逼迫她加入他们的诈骗团队 并经常威胁她 如果她坚决不和张彪一伙人同流合污 就会弄死她 虽然林如意找到了一个机会 从被关押的小黑屋逃了出来 但是并没有完全逃出张彪的手掌心 因为张彪的眼线众多 她安排手下很快就找到了林如意藏身的那片商业街 值得庆幸的是 张彪还没有让林如意知道自己是做贩毒的勾当 如果林如意知道了她的这个最大的秘密 恐怕早就已经被张彪灭口了 张彪她逼我和他们一起演戏 骗好心人的钱 我不愿意 她就打我 骂我 不给我饭吃 一直把我关在那里 我逃出来之后 她很快就找到了我的香水滩 说要跟我重归于好 让我跟她走 因为是在闹市区 她也不敢堂而皇之地把我带走 于是 她就像今天东哥你救我的时候那样 每天都来找我的麻烦 听完林如意的讲述 我总算是完全明白了过来 这个可怜的女孩 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无意之中 已经成为了帮凶 张彪的目的 就是让林如意和她一起诈骗 建议勇为的群众 林如意长得很乖巧可人 惹人怜爱 只要能说服这个女孩 扮演被自己调戏的对象 张彪就总能找到机会 等到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的人 只要建议勇为者感动她一下 张彪就会立刻躺在地下装死 哪怕林如意不同意 张彪也有别的法子 那就是 干脆不逼林如意同意了 直接以实际行动开始欺负她 今天是被我碰上 如果不是我 明天 后天 她只要一直每天都来林如意的香水探边 找麻烦 总有一天能碰上一个看不下去 路见不平 一声吼的好人倒霉蛋 只是张彪算错了一件事 她没有想到 自己等了好几天 才等来的第一个赶挺身而出的人 是个恋家子 我和她的第一次摩擦 是掰了她的手指 被掰了手指 就躺在地下装死 明显不现实 于是她就叫来了两个小弟 来到香水摊子前 扬言要砸掉摊子 只是第二下 我就直接一拳把她打昏了过去 没有给她装死的机会 现在想想 她的皮脏破裂 是自己摔跤摔出来的 就算真的是被我一拳打爆了皮脏 我感觉都不够解恨 我她妈就该一拳打死她 东哥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见我皱着眉头 浑身气的发抖的模样 林如意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 我赶忙松卸下了自己全身紧绷的肌肉 用和善的笑容看着她 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 我只是有点惊讶 我说呢 那些老板说 你和她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总觉得不幸 因为我 我听我一个做警察的朋友说 那小子就喜欢找些有福知福钩的 我看你的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结过婚的 她怎么会和你处对象呢 这下就清楚了 知道你没有跟那个混蛋交往过 我也就放心了 我温柔地说道 终究还是没有点破 她在无意中被张彪利用了的这一层 反正再过几天 张彪一伙人就要被警方一网打尽了 到那个时候 林如意的噩梦也就会随之结束 现在最大的问题反而是我了 我的家里 还有一个跟婚前完全不是同一个人的老婆 在生我的闷气 王霞到现在应该还一口咬定 我是劈腿出轨了吧 如果林如意的状况好一点 能够出院了 我恐怕还可以带着王霞来看看她 让她帮我证明 我真的是见义勇威 但是看着林如意现在这虚弱的样子 我拿好意思开口 请她帮我这个忙 这可怎么办哟 林如意还在小声地说着 嘿嘿 东哥 你那位警察朋友的消息还真灵通 没错的 张彪那个坏蛋就是喜欢抢人家老婆 而且她不光喜欢勾搭 还喜欢到处跟别人炫耀 我记得她到火车站接我的那天 还跟我小白自己勾搭了一个 在老公保险公司上班 结婚刚满两年的全职主妇 她前面的话我都没怎么听 但是听到这 我就突然警觉了起来 是我想多了 还是我听错了 等等 林姑娘 她有没有跟你说更多 关于那个女人的细节 我的目光忽然严肃了起来 林如意没有过问 我为什么要追问这个 闭上眼 认真想了想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时间过去太久 我记不太清了 我只记得那个女人的老公 是保险公司上班 职位好像是什么总监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她说她曾经到那个女人家里 趁着女人的老公上班的时候 在人家的床上偷情 还说 那个女人家里客厅墙上 挂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我不记得自己那天是怎么离开的医院 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神魂颠倒的 走回了家 我只记得 那天双腿四肢的麻木 就仿佛灵魂从身子里被人抽干了一样 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超过三个巧合同时出现 如果说张彪勾搭的那个女人 老公在保险公司上班是第一个巧合 她和老公结婚两年是第二个巧合 这都还可以理解 但是 我的职位是保险公司的内情部总监 同时 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家里的客厅摆了一个祷告用的十字架 这第三个 第四个巧合同时发生的概率 就不存在了 全是有几个保险公司 有几个内情部总监 在我们中是基督徒 在客厅挂十字架的又有几个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原来真的有人劈腿 只是那个人 不是我 我有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如果说劈腿出轨的人是王霞 我就更加无法理解 他为什么能怀疑我怀疑的那么理智气壮 在他说出要因为我劈腿而跟我离婚的时候 是怎么做到那么有底气的 他到底哪来的脸啊 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做了背叛丈夫的事 我就一定也做得出背叛自己妻子的事 那天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徘徊了很久 一直到了临近午夜的时候 我才打开了家门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王霞这会儿还在气头上 只要我一进家门 他要么对我冷暴力 要么就会对我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然而都没有 老公 你回来了 我刚把家门关上 还没有换好拖鞋 王霞就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一把扑进我的怀里 抱住了我 一边用头蹭着我的胸口 一边娇滴滴地说道 对不起啊 老公 你走了之后 我仔细地想了想 可能是我太冲动了 我不应该怀疑你的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好不好 这样的对话 在过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通常跟我吵完架之后 王霞都会自顾自地气上那么一会儿 短的花一两个小时 最长不会超过半天 因为他完全不会做饭 就连烧开水煮面条都不会 同时又因为肠胃不好 没办法长期吃油腻的外卖 结婚后的这两年 家里一直都是我做饭 每天晚上我做好了饭菜之后 还会留下一份 作为他第二天中午的午餐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我不给他做饭 他几乎可以活活饿死在家里 所以 他生闷气的时长 完全取决于 我们是什么时候吵的架 甭管我们是一大清早吵的架 还是下午四五点吵的架 只要到了六点钟 要做饭的时候 他就会乖乖地跑过来跟我道歉 请求我的原谅 所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他在不需要我做饭的时候 还来跟我说对不起 也很难说 没准他是晚上没吃饭 饿到现在等着我回家 跟我道歉呢 哟 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知道错了 我还以为你能熬到 明天晚上的晚餐时间 才知道自己不该怀疑我的 我冷笑着嘲讽 王霞也听出了我话里的讽誉之意 撅着嘴巴 向我撒娇卖萌 哎呀 好老公 你就不要生气了吗 来亲亲 说着 他就踮起脚尖 要亲我的脸 想起林如意告诉我的话 我忽然觉得心底一阵阵地恶心 毫不犹豫地 一把推开了王霞 我这种在外面乱搞 完了之后 还带着满身香水 和嘴巴上的口红回家的男人 不值得你亲 不是说离婚吗 好啊 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 你去换一个不劈腿的男人亲去 我冷冷地回到房间 脱下穿了一天的西装外套 王霞堆着满脸的笑容 跟着我走了进来 主动拿起了一个衣架 结果我手上的外套 你就不要说了嘛 老公 人家都知道错了 我现在对你是一百个 一千个相信 你是绝对不会做出背叛我的事情的 该说不说 王霞的声音很好听 谈恋爱的时候 我最开始被他吸引到 就是因为他那甜美的嗓音 但是现在 他的声音明明没有变 可我听在耳朵里 却只觉得一阵作呕 尤其是他接下来说的话 更是让我感到全身汗毛直树 对了 老公 我们好久都没做那个了 今天晚上人家想要 我没等他把最恶心的几个字说出来 就有些粗暴的 一把将他扒拉开 我没有那个兴趣 你别来烦我 我要去洗澡 然后睡觉了 今天我睡客厅 说着我就从柜子里抓出了两件睡衣 看都没看被我推倒在床上的王霞 静止走进了卫生间 这女人今晚又在发什么疯 我百思不得其解地 准备脱下身上的贴身内衣 就在这时 王霞突然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 也钻进了淋浴间 老公上班辛苦了 今天晚上人家来为你服务 我们来一次久违的鸳鸯细水 我给你搓搓呗 在今天之前 如果你问我 相不相信自己有一天 看着妻子美妙的动体 会直犯恶心 我是百分之一万不可能相信的 但现实就是这么光怪陆离 我曾经认为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今天一天不 是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的六个小时里 都发生了个变 我害怕再看一眼王霞 那前不久刚被其他男人碰过的身子 就会忍不住直接吐出来 干脆直接捂住了嘴巴 行 你连洗澡都不让我洗个安生是吧 好 那你洗吧 我不洗了 说着 我就像逃难一样的 跑出了卫生间 砰的一声关上门 门后的王霞 还在用他那妩媚的声线说道 嘿嘿嘿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 嘴上说不要 其实还是很期待的吧 好吧 好吧 那今晚我就允许你不洗澡一次 我洗香香 等会儿去给你哦 今晚人家可不让你睡觉了 还好门是关着的 王霞才没看到我脸上五官扭曲的表情 我一路跑到阳台上 打开了窗户 拼命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才勉强止住了呕吐感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女人是真的良心发现 意识到自己之前对我的大吼大叫和怀疑是错误的 绝对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样想着 很快我就打定了一个主意 不光是结婚之后 就包括谈恋爱的时候 我都从来没有查过王霞的手机 因为在我看来 信任是一段感情维系的基础 如果我的女友 我的妻子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那我根本不需要检查她的手机 如果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 那她八成会在做了背叛我的事情之后 把证据删得一干二净 根本不会让我查到蛛丝马迹 久而久之 王霞应该就知道我对她的百分之百信任 做了什么脏事 应该都不会特意地删除掉痕迹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那么只要我解锁她的手机 就能找到相应的答案 趁着王霞在卫生间里哼着歌洗澡的功夫 我来到卧室 打开了她正在充电的手机 果不其然 王霞一共有两个微信号 其中一个和我绑定了亲密关系 我们可以随时看到彼此的聊天内容 但是另一个 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申请注册的账号 那是当然的了 因为从好友列表里面唯一的一个联系人来看 这个账号根本就是为了和某个特定的人聊天而注册的 我也要感谢黄毛张彪的自恋 她的微信头像就是自己的自拍照 那一头黄颜色的墨西干发型 再好辨认不过了 捧着王霞的手机 我的双手正在不停地颤抖着 是因为兴奋 还是因为愤怒 我不清楚 大概率是两者都有 点开王霞和张彪的聊天框 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 映入我的眼帘 前面的聊天记录 我就不多赘述了 有文字 有语音 有图片 有视频 这两个人的奸情 至少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而且从图片视频和互发的定位来看 他们背着我办事的地方 遍布了全市的各个快捷酒店 就像林如一说的那样 其中也包括我的家 我的卧室 我的床 还有客厅 阳台 厨房 卫生间 这些都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从今天晚上的八点多钟开始 那是我刚我和王霞大吵了一架 离开家的时候 彪哥你在干嘛呢 半天不回人家消息了 我的侠侠宝贝 彪哥今天让人打了 在医院门口又摔了一跤 听医生说可能是什么脾脏破掉了 啊 是谁那么大胆子 敢打我的彪哥 嗨 快别提了 是一个人母狗样的小子 穿着一身鼻挺的西装 看着就像个卖保险的 这条消息距离下一次王霞回复 中间隔了足足有五分钟 根据我的推测 那时候王霞的心里 应该是泛起了嘀咕 他应该是回想起了我说过的话 给出的自己身上香水来源的解释 后面的聊天记录 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那个 彪哥 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在什么地方 就在天河路这边儿的商业街 对了 这不就是你家小区西门旁边吗 就刚才 六点多的时候 这之后又是五分钟的沉默 张彪一脸给王霞发了好几个问号 才收到了王霞的回复 先是一个红着脸流汗的表情包 彪哥 那个打你的人 应该是我老公 张彪回了一个惊呆的表情 什么 那是你老公 对 应该是 我老公刚才回家的时候 说自己今天在西门商业街 见义勇为了 打了一个欺负女孩子的小混混 卧槽 那肯定就是那个绿毛龟没跑了 他妈的 原来那小子是你老公啊 聊天记录到了这里 就暂时断了 看时间 应该是张彪被推进手术室 动了个小手术 而王霞估计也陷入了深深的震慑当中 再然后就是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记得那会儿 应该是刘振涛带着我和光头 去找张彪对质 我们刚离开张彪的病房 张彪就等不及的 和自己的拼头的发消息 狭狭宝贝 你怎么没告诉过我 你老公有一个朋友是派出所民警啊 当民警的朋友 是那个姓刘的吧 没错 就是他那个姓刘的瘪犊子 刚才那家伙带着打我的人 就是你老公 来吓唬我来了 那 那他们欺负你了吗 那倒没有 你彪哥我的演技有多好 你是知道的 他们被我的演技给骗过去了 但是阿超被那死条子带走了 阿超 就是上次和你一起睡我的那个光头哥哥吗 是啊 就是他 他可是我最牛逼的手下 我一半的货是通过他出的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看着张彪发了一连串的气死我了 和一堆愤怒的表情 我才是那个气得蹊跷生烟的人 双手颤抖的 险些没有拿稳手机 又往下翻了一点 这才看到 刚才的惊喜还不是最大的一个 好啊好了 不气了 彪哥 我来给你想办法出这口恶气 你 你能有什么办法 嘿嘿 我今天晚上骗我老公跟我上床 然后做到一半的时候 我报警告他婚内墙 兼 这 这能行吗 放心吧 彪哥 一准能行 我有个姐妹前段时间就这么干的 最后盼他老公赔了他八十多万呢 那可太好了 狭狭宝贝 你可真是我的好宝贝啊 兮兮 那是当然了 我老公那个废物 除了赚钱给我花 就没有别的作用了 如果这招能行 我就让他把这些年赚的钱 还有这套房子全赔给我 就可以和你双宿双飞了 好 那就依你说得来 我可太爱你了 狭狭宝贝 我的手术很成功 明天就能下床了 病房里又只有我一个人 你明天上我这儿来吧 我们还没在医院里坐过吧 明天来一次 一定很刺激 刺激 真刺激 这可太他妈刺激了 我忽然笑出了声 人在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情况下 有时候就是会笑出来的 就在我看完了今晚王霞和张彪的聊天记录之后 刚放下他的手机 还不到三秒钟 老公人家洗好了 我们开始吧 今晚让奴家好好伺候老公吧 就在刚才那三秒钟的时间里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 一个详细的计划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成形 我没有搭理王霞 直接走到了衣柜前 拿出刚放进去 还不知道有没有20分钟的西装外套 重新穿上 我刚接到消息 公司APP出了问题 很多用户反馈 无法正常查询保单 现在要去一趟机房 检查一下是不是服务器的问题 我今晚不回来了 搞完之后就在公司对付一晚 你早点睡吧 说吧 我全然不管王霞猛逼的表情 三步并坐两步就走过了客厅 再一次摔门而去 和上一次一样 我没有等电梯 直接跑下了12层楼 一边跑还一边拨通了给刘振涛的电话 喂 啥事啊阿东 都这么晚了 涛子 我有个事要问你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们暂定的抓捕张彪一伙人的具体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 你问这种事情干什么 这是局里的最高机密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也是啊 那这么的吧 你就告诉我明天中午12点之前 张彪会不会被逮捕 这 有点够呛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面对刘振涛的一连串提问 我的内心忽然一阵狂喜 顾不上回答 解释起来很复杂 总之 只要张彪明天上午12点前 都还是自由身 这事就好办了 王霞的家就是我们市的 只不过不是市区 而是住在农村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我来到了他们村口 我在王霞父母家的前面 等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 刚过七点 这老两口 有每天早上出门买菜 六万二的习惯 我就坐在车里 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们家的单元楼 看到那岳父岳母熟悉的脸 我就立马窜出了车 装作自己也是刚到的样子 爸 妈 你们快跟我走 我刚到 就正好碰到你们了 我火焦火燎地来到岳父母的面前 他俩一件事我 还吃了一惊 浩东 怎么是你啊 你今天不上班的吗 我装出一副 被急得焦头烂额的样子 眉毛拧作一股神儿 都什么时候了 我哪还顾得着上班啊 对了 你们还不知道 快上我的车 跟我走吧 王霞他出车祸了 现在正在医院呢 这就是我计划的第一步 把岳父母骗上车 我从后视镜里 看着他俩脸上焦急和惊恐的表情 眼见岳父拿出手机 好像是准备给女儿打电话 我赶忙拦住了他 爸 您就别给王霞打电话了 他昨晚刚动完手术 需要静养 现在不能接电话 没准他这会儿正在睡觉呢 你只要一个电话 把他吵醒了可不好 听我这么说 岳父赶忙收起了手机 岳母此刻已经哭得梨花带雨的 靠在老伴的怀里 说不出话来 岳父满脸憔悴地叹了口气 哎 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浩冬 王霞到底是伤得有多重啊 就等着你问这句呢 我按耐着心中的窃喜 继续表现出一脸焦急的样子 只是这次 我的表演中 又多了一份 对长辈善意哄骗的感觉 呃 其实也还好 没有特别严重啊 王霞他 就只是脾脏轻微破裂 动了一个小手术 没什么大问题 爸 您别太操心 也劝劝妈 让他别太难过了 一会儿哭着见到王霞不好 岳父好像比之前老了更多 整张脸都痛苦得有些扭曲 但还是不忘夸夸我 哎 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浩冬 我们家女儿嫁给你 真是他的福分 呵呵 这话倒是没错 只是你女儿似乎并不这么觉得 哪怕是到了今天 我也实在搞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够好 能让王霞对我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 可能恰恰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 太爱他了 太放纵他了 才会让他这般肆无忌惮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和去接岳父岳母的时候一样 回到城里的路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早高 风有点堵车 稍微耽误了一会儿 可当我逐渐开到医院附近的时候 也还才刚刚早上九点 不行 现在还不能去医院 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岳父聊着天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时不时地瞟着自己的手机屏幕 我在等待一个信号 终于当我在二环路上开着车 转了三四圈之后 叮 一声清脆的新消息提示音 屏幕亮起 显示来自联系人刘振涛的一条新消息 鸟进笼子了 太棒了 看到这条事先和刘振涛约好的暗号 我这才一脚油门 原地掉了个头 朝着医院的方向开去 到了肝胆外科的住院区外面 我假借说要到护士站先登记 让岳父岳母在外面等了一会儿 实际上我是走到了张彪病房的外面 小心翼翼地把耳朵贴在了病房的门上 厅里面的动静 狭狭宝贝 你可算来了 快来让我摸摸 讨厌了彪哥 这么猴急 我能不急吗 我的宝贝 就这些天快给我憋坏了 昨天还被你老公弃成那个鬼样子 好了好了 今天人家好好陪你爽一回 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好戏可以开场了 回到住院区外 我对岳父岳母说道 爸 妈 王霞睡着了 一会儿我们进去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不要吵到他 岳父点了点头 岳母也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拍了拍我的胳膊 小声抽气着说道 谢谢你啊 姑爷 还好有你在 不用客气 这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喊你们爸妈了 我在心里暗暗想着 嘴上却没能说出来 都是一家人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 走吧 咱们一定要小点声 来到张彪的病房门前 我看着岳父当真小心翼翼的拧开门把手 几乎没发出一点声音的 推开了病房门 这老两口上了岁数 耳朵不太好 我在门外 反正厅里面的外迷之音听得万分真切 这老两口愣是没听到 我后退了两步 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三 二 一 倒数三声 王霞 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出车祸了吗 病房里 王霞被自己父亲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爸 您怎么来了 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他后知后觉的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大汗淋漓 一丝不挂 胡乱抓过了几件衣服盖在自己的身上 张彪也慌了神 误会了 叔叔阿姨 误会 误会 沉寂了几秒钟 岳父那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在整个住院区久久回道 我误会你妈个头 我欣赏着眼前这出好戏 还不忘记 用手机给刘振涛发了一条消息 搞定 收网 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 张彪的病房里 响着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声音 有王霞的哭声 岳母的尖叫声 岳父的怒吼声 和张彪的求饶声 当然了 还有各种金属碰撞的声音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没有兴趣继续留在那里 看这场令人做我的表演 走进电梯 来到一楼的急诊病房外 听着一阵游远而近的警惕声响起 刘振涛那边 也是行动得十分迅速 我看着一队全副武装的武警官兵 冲进楼梯 毫无疑问 他们是冲向楼上的肝胆外客 这就不是我能插手的事了 我来到了林如意的病房外 轻轻敲了敲房门 是东哥吗 进来吧 这妮子居然这么轻易地就猜到了是我 不过想想也是当然的 她在这座城市无亲无故 唯一有可能来给她探病的 基本上就只有我这个救命恩人了 怎么样林姑娘 身体好些了吗 我温和地笑着走到了她的床边 林如意慢慢地坐起了身子 也春风拂面般地微笑着 好多了 东哥 托你的福 对了 你也不要叫我林姑娘 直接喊我如意就好了 我嘿嘿一笑 行 依你 如意 这个你拿着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了她的病床头 如意吓了一大跳 赶忙推拖着 不行不行 这是万万不行的呀 东哥 我的命是你就回来的 怎么好意思再拿你的钱呢 绝对不行 我释怀地笑了笑 十分坚定地把卡塞进了她的手里 行了 你就别跟你东哥我撕罢了 你身上也没多少钱 住院这段时间的费用开销可不低呢 拿着吧 里面没多少钱 才刚刚过五位数而已 要不是你告诉了我最重要的情报 我损失的可就远远不止这么一点了 这最后的一小句话 我只在心里想 没有说出来 有时候人知道的越少越幸福 看着林如梦纯真的容颜 我实在是不忍心告诉她这么揪心的故事 她没有再跟我拉扯 勉强算是收下了那张银行卡 但脸上还是满满的不安 东哥 你对我这么好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嗨 昨天就说了 不用想着报答我的 你没事是最重要的 等你把身子养好了以后 有的是机会赚钱 大不了这算我借你的 以后还我就是了 可是 就我那的小香水摊子 多长时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啊 关于这个 我还真给你想了个办法 两个月后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 首先是我和王霞离婚了 因为我们结婚之后的所有财产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赚的 虽说我们的房子首付 当时他的父母付了一部分 但是那天在张彪的病房里 老两口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女儿 是个多不要脸的婊子之后 就再也没有提房子首付的事情 当做是给我的一点补偿了 算他们老两口还是好人 只是不知道怎么教育得出 这样的女儿来了 真不够丢人的 其次就是张彪的下场 这个其实不用我说 各位看官应该都是能猜得到的 贩毒罪 诈骗罪等等等等 恕罪并罚 对张彪来说 已经不是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了 他所犯下的罪孽 足够用机关枪扫射十分钟的 我甚至有些好奇 到时候他的死刑 是一枪崩了完事 还是真的架起一个加特林 对着他 哒哒哒哒哒 不光是他 整个犯罪团伙 全部都被一网打尽 一个没落 在刘震涛鸿 只在内的辖区民警的努力下 社区又恢复了 往日的宁静与安详 西门的商业街的生意 也和原来一样 从早到晚 热闹非凡 只是 我再也有看到过林如意 和他的小香水滩 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摊位 地上还有些 那天被打碎的 廉价香水的色素 残留的痕迹 有时候 我的心里多少 也会有点失落 自从两个月前的 那次建议勇为之后 我的整个人生 都彻彻底底地 发生了改变 我从没有想过 一次简单的建议勇为 会造成这样复杂的后果 但是有一件事 是可以肯定的 如果我没有出手 帮助林如意 摆脱张彪的纠缠 没有去当那个 富有正义感的冤大头 我至今仍然被自己的 妻子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他偷偷地 当了大毒枭的拼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我的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都是无比正确的 这天是周末 我正打算在家里 看看电视 享受一下 懒散的休息生活 门外却响起了 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 一个熟悉的 纯真的笑脸 呈现在我的面前 如意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坐 我有些激动地 让出半个身位 请林如意 走进了我的家里 你先坐会儿哈 我给你泡杯茶 不用忙活了 东哥 我喝白开水就好 哈哈 行 那我给你倒杯水 好嘞 谢谢东哥 我在厨房一边倒水 一边和如意说着 你说你也真是的 今天是周末 学生放假 你的生意应该特别好才对啊 干嘛非要挑今天来呢 得损失多少生意啊 端着水杯 我回到客厅 轻轻地把杯子 放在如意的面前 也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如意似乎有些害羞 小脸红扑扑的 从随身的小包包里 拿出了一张卡 东哥 这个你拿着 多亏了你给我出的主意 我的生意现在越来越好 这一万块钱 已经可以还给你了 我有些吃惊 因为我家西门的商业街 主要的顾客 就都是两边的 高档小区的住户 他们大概率 是看不上那种 廉价的香水的 但是大学城附近 就不一样了 学生的生活费有限 很多女孩子 都会选择一些 不那么贵的 非品牌的香水 所以我给林如意的建议 就是让她去 大学城附近的 及时摆摊 看样子 这主意还真是没错 她这才短短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赚够了一万块了 好 那我就收下了 毕竟当初说好 只是借给你的嘛 我知道 如果不收的话 多半会伤到 这个女孩的自尊 所以十分爽快地 把卡收了起来 如意的脸蛋 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见我收下了 那张银行卡 更是扭捏地 摆弄着自己的衣角 那个 东哥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当讲不当讲 其实我 还是想要报答你 就是不知道 你会不会嫌弃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